夜市摆摊做生意 却是招来攻击 弄得气氛剑拔弩张 只因为韩国瑜铁粉新人哥 摆摊兼发动连署 要把阿扁关回牢笼 三位阿扁护卫队看不见 找上新人哥理论 然而连署本是民主自由意志 却有人无法拿出素养 也让新人哥很痛心 去让大家知道 我们真的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子 说我真的不笑 然后不能得到我母亲的体谅 然而不开心的不止信人哥 因为挺寒大会当晚 他提到了母亲刚出院 没想到却招来网友疯狂 肉搜攻击 那我跟他说 这个我一定会下去 那有经过我老娘的同意 他说他绝对会懂你 这趟下去的意义 他会很高兴 要说的是 对于没有陪妈妈出院 是事先和妈妈报备 就不是外界所想那样 而为什么家人会支持他挺寒 他说原因很简单 那我这次南下高雄 是因为我想要韩国瑜 连我们台北台湾全部翻转 因为我看到高雄 被翻转得那么好 我很高兴 那我希望韩国瑜可以做到 照亮台湾 迈向国际 戴着墨镜脸疲惫 韩粉们只希望台湾更好 不要再不问是非 只问蓝绿 这言静语 高雄报道